我们接下来这几课的内容呢 是一个新的这个内容 一个新的这个振作语法 一个用法 它是这个分组 捕获或者反向引用 这么一个基本的概念 首先其中的这个分组和捕获 这个用法呢 我们前面写过了 但是呢 没有提出来这个概念 那后面的反向引用呢 是前面没有用过的 它指的呢 整体的话 指的是在表达诗里边 加了一对这个小呼号 我们前面说小呼号呢 它有个作用 能够把里面的东西呢 就是扩起来是个整体 表里面的是一个整体 但其实在我们正在表达诗里边 如果你用那个小呼号 扩了一些内容在里边 我们给这个小呼号里面的内容呢 也会取了一个名字 它叫做一个子表达诗 就是表达诗里面的一部分 你专门扩起来的 这是个子表达诗 然后你在用这个完整的正在表达诗 去匹配的时候 它会有这么一个现象 就比如说呢 看我后面这个表达诗 钢地 然后呢 小呼号钢地 再小呼号 再钢地 其实呢 就是 是不是三个数字 对吧 对 一个钢地是一个数字 后面小呼号钢地 又扩起来一个数字 再后面又扩起来一个数字 那这样去匹配呢 其实是去找三个连续的数字 然后后面呢 是全局的虚似乎记 还有互联大小写的I 那其实这个I放在这儿呢 为什么用 因为前面都是这个数字 然后用这个正在表达诗 它去匹配指令的一个数串 像后面这一串 ABCDEFG 然后呢123 逐渐有个123的数字 后面一串字母 它去匹配的时候呢 它找到的三个连续的数字 就是那个123 就中间这个123 一呢是第一个数字 二呢是第二个小呼号的 这个钢地 第二个数字 三是第三个数字 那最终它的返回结果 如果说是用那个STR的这个match方法 它就会把这个123 放在一个数组里边放回了 如果说是用正则对象 那个test的方法 用这个REG这个正则对象 点上一个test的方法 传个参数是STR 它返回的又是一个处 一个固 但它在这个匹配的过程当中呢 它其实会把那个小呼号 把小呼号里面子表 是匹配到的这个结果 比如说第一个小呼号 这个钢地 匹配到的这个2 它会把这个结果呢 会在内存里边 会单独存一番 就它把整体的那个123 返回给我们了 但是呢 它会把第一个小呼号 匹配到的2 在内存里边它存一番 然后呢 把第二个小呼号 把你们匹配到的这个3 这个值 也在内存里边 也存一番 它会把这个数据存起来 然后呢 是用来干嘛的呢 它是为了防止你以后 你还要用这个值 所以它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方式 就它把这个值 存到内存里边去了 它也提供一个方式呢 你以后如果想要用单独的 这一个值 就小呼号对你的这个值 也可以取到 后面提供的一个方式去取到 所以把这个 它把小呼号匹配到的结果 放到这个内存当中保存的 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叫做呢 一个补货的过程 叫做补货的过程 或者说呢 就是分组的过程 就是用个小呼号扩起来了 后面匹配的时候 这个指表 它使匹配到的这个结果 也会单独存一番 会保存下来 这个过程我们叫补货 然后那补货之后有什么用 就是把这个数据存起来之后 有什么用 它后面提供一个方式 你可以呢 在正德表达式里边呢 用反斜杠 后面加上一个据写的数字 注意这里 这个斜杠N不是表示换行内存 这个N呢 是代表任何一个正整数字都行 你斜杠1 斜杠2 斜杠3 斜杠4 就是转移一个数字 可以用这种转移数字的形式 来代表着你在内存里边存的这个数据 比如说你第一个小符号的 它存到内存里边 它会自动有一个编号 比如是1这个编号 后面我们就可以用一个转移的一个数字1 就能取到这个编号对应的这个值 比如说取到这个2 用那个转移的一个2的话 如果后面数字放成2的话 就取到的是第二个小符号 它匹配到这个对应的这个3 就能把一个3从内存里边又取出来 所以它提供有这么一种方式 去用这个子表是匹配到的结果 那这种方式 我们叫做一个反向的引用 就我们在真正表达式里边 我们要用到一个子表是匹配到的这个结果 把这个结果取出来用 这种叫做反向引用 那具体怎么写呢 我们看后面这个图 就是演变过来的 比如说我一个编地表示一个数字 小符号编地第二个数字 再小符号编地第三个数字 我后面直接给它出现一个斜杠 转移的一个斜杠一 那这个斜杠一呢 它就是一个反向引用的用法 它表示在123第4 这是第4个这个位置上 第4个字符 必须是和数字1和对应的第一个小符号里面的 匹配到的结果要完全一样 那因为我们现在匹配的时候呢 它要找的就是前面有第一个是个数字 就对应的1 再找第二个呢是2 第三个呢是个3 它还要再往后找一个紧跟着还要是2的 就第一个小符号匹配到就是2 所以它还会把这2拿出来放在这 那就是找连续的四个数字 然后第四位呢 和前面的那个第二位要完全一样 它这个意思 我第二位如果是2的话 我第四位也得是2 我第二位如果是3 我第四位也得是3 就完全一样 那这种用法呢 就是一个反向引用的一个效果 那现在是三个数字 三个数字的话 那直接去匹配呢 最终结果肯定是匹配不到了 它前面找的是123的话 它期望第四个呢也是2 第四个呢它就是2这个值 所以它是用一个反向转移的一个数字 能够去用到呢 前面第几个小符号当中匹配到的这个结果 把这个结果呢拿出来 又作为这个表达式的另外一部分 那这种方式叫做这个反向引用的一个用法 它呢这个典型的使用场景呢 就是去找这个重复的 比如字符刷里面某一个字符和另外一个字符呢 要是重复的要是一样的 就出于这么一个需求 那我们后面看一下呢 结合着后面这种具体的例子啊 大家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后面这不就是有用处了吗 这是这个分阻不获 对反向 你用 没什么用处就不说它了 就是反向 你用 那比如说我在这么一串数字里边 我现在要匹配呢 第一个要求啊 匹配四个连续的数字 找连续的四个数字 那中间不能有空格的 连续的四个 然后呢 第一个数字要和第二个数字相同 第三个数字和第四个数字相同 那按这个要求找 前两个相同 后两个相同的 那就一一二二式的 然后呢 五五六六式的 其他的都不满足 这必须是前两个是相同的 后两个是相同的 那这样来表示的时候呢 那首先如果说写这个正的表现是 那首先四个连续数字的话 其实是最好写的 四 这就是四个连续数字 杠地 然后大步大步到四 但是呢 它后面要求是第一个和第二个数字相同 是相同的数字 第三个第四个相同 那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呢 就想要加这个相同的这种要求条件 就不好加 那我们就把可以把这四个数字呢 我们展开 展开写就放四个这个杠地在这 这也表示四个数字 和前面这个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我要求的是呢 第一位和第二位相同 那现在这个第一位只要求是数字 第二位也只要求是数字 他们两个之间没关系 所以呢 现在可以这样去做 把第一位呢 我先加个小呼号 挥下来 那这样呢 它在匹配的时候呢 会把小呼号匹配到的结果 也会放在内随里面 会单独存一份 先存起来 那比如说匹配到这个一了 它把这个一先存起来了 那我们第二位和第一位要相同 那就在第二位的这个位置上 我就通过呢 转移一个数字 就表示我 我这个位置上的 要和前面那个第一个小呼号的 匹配到的值 要完全一样 我如果第一个小呼号里面 匹配到的是一 我第二位就要是一 不能是别的数字 只能是一这个数字 那我如果说 这个第一个小呼号 匹配到的结果 那第二个位置呢 就必须是五这个数字 重复一遍 把指令这个数字重复一遍 那这样呢 就是第一位和第二位就相同了 那同样的原理 把第三位也和起来 第四位的位置上呢 就放一个二 转移二 它就表示呢 第四位这个位置上呢 应该是和第二个小呼号当中的 内容要相同 就直接用第二个小呼号的结果 那所以他在匹配的时候 匹配这个一遍二的时候 那其实是要求呢 前面是相当于是这么写的 杠D 你第一位要是一个数字 那第二位呢 因为第一位是一 第二位就相当于写了一个固定的一在这 第三位呢 要是一个数字 第四位和第三位相同 第三位是二 第四位就相当于是直接用了二这个指 那只不过我们写的时候呢 得第一位加过括号 那第二位是斜杠一 这儿其实表示的就是固定的一个指 它不是一个方法 不是所有的数字这个方法 是前面匹配到的这一个指 所以最终呢 这里匹配第一次的时候 就是一一二二是满足的 对 这两个就必须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反斜杖一的和那个 第一个小括号的匹配到的内容 要完全一模一样 就他们必须重复的 完全是一样的才行 对 第几个就转移的数字是几 他就找第几个小括号 从前往后数第几个小括号 转移的是一的话 就找第一个小括号 转移的是二的话 就和第二个小括号 他们要相同 所以这样的话呢 是前面这个小括号的 和转移的一呢 他们是相同的 那他们两个只相同 就是第一位和第二位相同了 一一和这个五五 那后面的呢 第三位第四位相同 所以第三位小括号的 和第四位的这个转移的二 这个序号 这个一和二呢 是表示第几个小括号 他这么去找 一一对应的 那这样找到之后呢 就是第一位第二位相同 第三个第四位相同 好 那就写出来呢 我们后面这个例子啊 对比来看一下 如果这个觉得这个 一个理解 不太好理解的话 我们看后面一个 我换个小线 同样四个数字 第一个第三个相同 第二个第四个相同 那就第一个第三个相同 我们把第一个括起来 第三个位置上呢 放一个转移的一 第二个和第四个相同呢 就把第二个括起来 第四个位置上 放一个转移的二 这个一二是这儿的位置 还是上下的位置 这个一和二呢 指的是那个括号的位置 指的是括号是第几个 第几个括号 他就是要拿括号里的值 对 他就是把那个括号里面 匹配到的值呢拿出来 就是看我们这个图上的话 这个第一个小五号里面 第一个小五号 他匹配到的是二 所以后面这个写上一呢 就是把那个二拿出来 把二拿出来 放在那个表达是哪儿 就这个意思 这是第一个第二 第三个相同 第四个第二个相同 那如果说呢 我再要求少一点 就要第一个和第三个相同 就把第一个括起来 第三个用一个反形状一就行了 然后 那如果第一个第二个相同 第三个第四个相同 那你这个后面先不看 后面要用题块 先看写个 先看前面这三个例子 想一想能不能想明白 对 反向引用的这个数字 它就是找对应的小括号的 它就数第几个小括号 找里面的值 所以它是呢 要结合着这个小括号呢 用的 你没有小括号的话 用它没意义 那第一个结果呢 应该是1122和5566 后面的第一个第三个相同 第二个第四个相同的 它应该是呢 3344 第一个第三个相同 第二个第四个相同 334 只有这一个了 第一个第三个相同的 有3344 有这一个7879 5566的话 5和6不相同 对吧 就第一位数字和第三位数字 它们不相同 所以就不满球 这是呢 这三个要求啊 它们对应的这个结果 但最后呢 我用的是麦几万万 它会放一个数字里边 它都会套一个数字里边 会有这么一个效果 第一个是1125506 就是前面两个相同 后两个相同 第二个呢 是3344 3434 就第三 第一位第三位相同 第二位第四位相同 最后呢 是34347879 我是只要求 第一位和第三位相同 它就拿7879 7和7相同 这是呢 这一个 这种用法 就是反向引用的 这么一种使用的例子 用一个转异的 这个1 转异的2 转异的3 转异的4 能够代表是呢 对应的那个小国号 匹配到的结果 适应的结果 因为杠基本性呢 它可能匹配到的是1 可能是2 可能是3 可能是4 那你匹配到是什么 我就用什么 就这个意思 有没有问题 回头 如果还弄不太清楚的 回头对照着 这个要求的结果 然后你去看一下 理解一下 这个搞明白 这个杠1杠2 它表示是什么 它是找的是 对应的那个小国号 里面的内容 这个杠D呢 在这个字幕上里面 它匹配到的这个内容 那是1 那这个转异的1呢 就表示这个1 那如果它匹配到呢 在后面 你看后面匹配的时候 全局匹配 那匹配到后面的4个数字 到这的时候 第一个杠D呢 表示的是5 那所以这个转异的1 那所以这个转异的1 也表示5 我匹配到之后 我还要去做一个替换 比如说我把这个 第一个第二个相统的 第三个第四个相统的 我找出来 那就是1122 还有那个5506 匹配到之后呢 我把它替换一下 相统的数字值保留一个 就11的话 我保留一个1 22的话 我保留一个2 55的话 保留一个5 66的话保留一个6 就是去掉一个 有两个挨着相统的 我去掉一个 那这里其实就要用到呢 一个自负刷的替换 那所以首先这个方法的话 我们得用到自负刷对象的 一个replace 这么一个方法 前面呢 先指定一个表达 正的表达式 然后从这个目标自负刷里面 去匹配一个结果 那用呢 加了一个G的话 就是呢 全局匹配 那他就找连续的四个数字 第一位第二位相统 第三位 第四位相统的 他就找到1122了 后面还有个5566的 那找到1122了 然后呢 他要做的是一个替换 replace做一个替换 那把1122替换成什么 从整个这个ST2这个图创里面 把1122替换成什么 我们要换成呢 1和换成2 所以就可以呢 把第一个数字 我们加个小拨号 破下来的 他匹配到的结果 比如就这个1 要把1呢 放在后边 给它替换过去 那就直接呢 对整个1122替换成12的话 就是呢 把第一个数字保留了 把第三个数字保留了 所以后边呢 替换成什么的时候 写个奏串 那你们可以用这个多了1和多了2的写法 就不是转移的反形了 是多了1 就他表示方法呢 变了一下 如果是在这个正德表达生里边的 就用转移的数字 如果是在表达生的外边的 你看我没有写在表达生里边 我放在外边的 就用那多了1多了2的方式去表示 他也是表示呢 前面获取到的这一个 就是子表达生里面 小矿里面 他匹配的内容 多了1 获取到前面 第一个小符号匹配到的内容 多了2呢 就是第二个小符号匹配到的内容 那他去替换的时候 你看连续四个数字 如果找到的是112 那多了1就是1 多了2就是2 如果找到的是5566 那多了1呢就是5 多了2呢就是6 他就保留一份了 就替换了 你看看他的效果 他把整个字母串前面112换成了12 中间的5566换成56 其他的呢不满足就没变 他匹配不到的就没变 匹配到的就换了 后面这个多了1多了2呢 我们如果说换成一个普通的 比如我换成4个a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效果 就我不用反向语用的话 我替换成指定的指 那你指定的是什么 他就替换成什么 但是如果不想这么写词的话 就根据那原来的结果去替换 我们就得可以用这个反向语用 用多了1多了2 而且替换成什么呢 你可以自己排 你说你想把你把第一个结果放前边 第二个放后边 没问题 就是1256你想把它反过来 你把多了2放前面去 那变成21和65 你可以自己换 那反正只要加上多了的 加上一个数字的 他就找到前面这个小科匹配到的结果 那这也是呢 这个反向引用的一种用法 就整个反向引用 如果你是在正德表达生里面去引用的 就用反斜杠数字 如果是在这个 真正主要就是在这个 自不穿而替换的时候 别的地方没有了 就自不穿而替换的时候 如果还要做反向引用 要替换成什么 那可以用这个多少符号 加数字来表示 这是在正德表达生的外边 就用多少符号来表示 那这是我们这个捕获 分足捕获和反向引用的一个用法 就是这个概念 那或者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不用这种引用的写法的话 你要表示第一位第二位相同 第三位第四位相同 怎么写 其实是写不了 因为你用这个数字的话 一个数字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钢地表示 但是钢地表示的是任何一个数字 所以如果后面一个要和它相同的话 你不用这个反向引用的话 你用不了 你必须是把之前的匹配的结果拿出来才行 它原来匹配到的是1 那就是1 它匹配的是2 那我第二位就用2 因为它如果前面是 这是1 第一次是1 第二次是我 它可能是不同的是 所以我们只能是取得 它当时匹配到的是什么 就用什么 那不然呢 碰到这种这个 要重复的 我两位重复的这种需求 那就做不了